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聽聽亞韓的故事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亞韓是在一九九零年後出生 那麼他得到癌症的時候才二十九歲 那從小他定居在荷蘭 大概二零二零年他剛結婚 那你是怎麼發現你的癌症 我其實就是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本來四月我是要跟我老公 在臺灣辦婚宴 然後結果那年大家知道 疫情剛發生 然後開始鎖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沒有辦法回來 臺灣辦婚宴 那就想說那就年底回來臺灣探親 做會計也不方便 第二個也不禁止大型集會 對沒錯 那我們就是回來臺灣探親 然後順便度蜜月 然後拍婚紗照這樣子 所以我是在隔離酒店的第二個禮拜 發現手上長了一顆東西 就在大概在手的這個位置 對對對 然後長什麼樣 他其實就是一顆準塊 但他沒有顏色 然後也壓也不痛 也不癢 所以我其實就沒有太去管他 有半公分那麼大嗎 剛開始發現差不多一公分 對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等那個隔離結束之後 再去皮膚科看一下 那我就去看了皮膚科 那皮膚科醫生就跟我說 這個要確切 確切要切片 對對對 那我就想說 一定要切片嗎 然後就想說再管 他說那你也可以再觀察看看 如果他有變大或者是變紅的話 就是要馬上就醫這樣子 那其實中間我也就開開心心的 就拍個婚紗照 然後去旅遊 也沒有太去管他 因為我想說應該不是什麼吧 然後果真大概過了一兩個月後 他就開始變 變大 變大 然後變紅 變紅 對對對對 然後 一兩個月就很快 對 很快 那我當然就是又回去 回去皮膚科 然後皮膚科就跟我說 這個我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你去那個大醫院 那他就馬上幫我轉診到 那個 到三種 那三種也就是 他其實醫生馬上看了 他就跟我說 就有可能講幾個紅斑性狼瘡 然後謝祖總 甚至他問我說 你有沒有去那個 你有沒有去南美洲的叢林 我說有啊 大概是兩年前去過南美洲 然後他說這有可能是 那個被被咬到 然後寄生蟲下蛋在裡面 他說怎麼這麼恐怖 對啊 然後他當然還是有提到 就是比較嚴重的 各種可能性 對 像乳癌 淋巴癌 他就是有提到淋巴癌 對對對 那當下就做了切片嘛 結果隔一個禮拜 醫生就打電話來 他就說 胡蕭姐我是你上禮拜看醫生 請問你現在一個人嗎 有家人在身邊嗎 然後我就心裡就涼了 這個話就 對 對啊 然後他就是跟我說 確診是惡性淋巴瘤 這樣子 惡性淋巴瘤 也就是就是癌症的意思 第幾期 那時候還沒有去 因為我只有在手上看到 所以我不確定說 其他地方還有沒有癌症 那是照了症子攝影之後 才確定說 我的病照只有在一個地方 所以是 就是他們所謂的 零到一期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叫做惡性滿嚴重 惡性滿嚴重 就是他 因為他長得很快 我那個叫做 他其實學名叫做那個 大細胞 弥漫性大細胞 弥漫性大B細胞 因為淋巴還分三個等級 對 就是低惡性度的 中惡性度跟高惡性 那這種那個弥漫性大細胞 還是屬於高惡性度的 高惡性的意思就是 不是死就是活 這麼嚴重 對 就是打贏就活 打樹就會死 你說什麼 弥漫型是什麼意思 弥漫就是他 因為我們在看說 把那個腫瘤切出來以後呢 那個裡面的所有的細胞 都是一樣的大小 就是散佈性全部都是大的細胞 而且那個是比較大顆的淋巴細胞 所以我們叫做散佈性的 或是弥漫性的那個大細胞的 B細胞的淋巴 那是說他疼得很快 是怎麼樣 它就是胸 那個長的速度很快 很快 對 很兇 對 很兇 然後那個其實大概像病人 有時候一個月兩個月沒有趕快治療的話 就馬上就跑到骨髓去了 很快 對 這是不是用普通 所以但是B細胞還比T細胞好一些 如果是T細胞就基本上就是更難了 你是T細胞還是B細胞 B細胞 B細胞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當然就是馬上就是要開始治療了 對 但幸好那時候在那個血液腫瘤科表姐 就跟我說你要不要先去做動卵 因為我才剛結婚嘛 然後化療之後可能就是不適合懷孕 會面對生育的問題 會不孕 對 會不孕 所以我 你會想要小孩 其實也沒有 當時就是覺得說 就是很正常的一個人生的過程 然後就是想說 可能治療好了會想要小孩 然後反正就是先當做一個保險 對 所以那時候剛好醫生也同意說 我就是延遲兩個禮拜治療 先去做動卵這個動作這樣子 然後動卵之後就馬不停蹄 就是開始跟之前一樣 裝那個人工血管 然後裝了人工血管 對不起 蔡花 為什麼要裝人工血管 因為打化療 最好是從人工血管打 一般來講 如果說沒有裝人工血管 我們打化療是要從這個靜脈 那因為化學治療的藥物 其實是有刺激性 而且對那個血管的那個傷害性蠻大 所以常常如果說 我們從這個靜脈打化療的話 那化療要下去 那一條血管大概就硬掉了 就硬掉 對 硬掉 所以等於是一條血管 壞掉 壞掉 只能打一次 對 怎樣 只能打一次化療 那如果打六次 那要找六次 六條血管 找不到 對 所以最好是從我們這個大血管 引一個小血管 那個小的塑膠管出來 那裝在這下面裝叫做人工血管 就好像一個球 對 對 藏在這裡 這也是開口是不是 不是 那個要戳的 我們插針用的地皮膚下要戳 就從這裡插進去 對 我意思說這裡是你的血管的開口 人工血管的開口 對 對 它是一個基座 然後呢 接下來 然後其實就是一開始就是做 他們所謂那個第一線化療 第一線化療就是六次 六次的化療 然後結束之後就是嘴腫這樣子 化療 你做的 你預計說你修到那個是放射線治療 我那個放 但是我也是有化療 我也是有跟他一樣 是鑽一個人工血管 他這一種叫做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就是又要打化療 又要做放射 前後面 兩次是化療 其餘就放 其餘中間就放射性治療 他講到那麼痛苦 你覺得有那麼痛苦 我是沒有像 因為我其實後來也有做放射性治療 然後化療的話 痛苦是另一種痛苦 我覺得化療就好比像是身上 被丟了一顆原子彈這樣子 對 等一下化療就好像身上被丟了一顆原子彈 我會把他看起來像是毒 然後那個毒注射到你身體裡面 把你身上好的細胞 壞的細胞全部殺掉 對啊 對啊 然後他辛苦的部分 我覺得不是皮膚就是外觀上的痛苦 而是身體上的痛苦 就像是 我記得我第一次打完化療 然後我想說我這麼年輕 然後就想說應該 夠強壯 對 我想說他去了我現在買個早餐好了 然後結果再來買早餐 可能其實也大概幾步路而已 那時候我回來走得好累好累 然後階梯大概才五步 我走得喘不過氣 對啊 就覺得天啊 為什麼 怎麼會這麼可怕 就是他 體力完全 對對對 讓你體力 整個消磨掉 對 等一下有什麼樣子 其實因為是藥物的選擇問題 像大腸之腸癌 我們最重要的用的藥叫5FU類的藥 那有時候我們會加白晶 或伊利諾這一類的藥 其實那個對身體的傷害小很多 可是對於那個彌漫性大細胞 B細胞的淋巴癌 我們要用一個很毒的藥 叫小紅莓 那個小紅莓最大的毒性 就是心臟毒性 所以有時候在打的時候 這些病人 這個血球會掉得非常厲害 甚至只有一到一百兩百 正常是六千到一萬 掉到一百到兩百 對 所以免疫力會變很差 第二個他對於那個黏膜 好像口腔黏膜 身體的一些黏膜都會破皮 都會傷害 對 都會傷害 所以那個就破皮很嚴重的時候 吃也不太能吃 吸收也變差 所以像他在打化療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元氣 因為吃不下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小紅莓本身的毒性問題 他他在打的時候 對於心臟的一些毒性的表現 會比較明顯 那當然打完以後 後面是累積的毒性 長個十年二十年以後才會出現 可是在打的當下 其實這些毒性還是會 短時間會先出現 瞭解 OK 所以晃出現治療 讓你元氣大傷 是 連買個早餐都很困難 對啊 就是連 有時候連洗澡都很困難 然後我記得第一次 家人要幫我幫忙洗澡 然後幫忙吹頭髮 我真的覺得很難受 因為通常都是要幫助年紀比較大人 然後現在反過來是年紀比較大 家人要來幫我 我就覺得其實心裡很難受 是 好 那其實這個亞韓他承受的痛苦 也不止這些 等一下繼續說 好 那先休息一下